已經不是說全黨打一人 這叫全黨家動用國家機器 全國打一人 太過分了啦 這實在 他私撤會突然改口 然後甚至這個鄭運鵬的哥哥 有都被起底在帶頭造謠這個高宏安的旋律 會不會覺得說很像是整個國家機器 又動起來在介護同學 這件事情我覺得 怎麼私撤會突然跟兩個禮拜前講的話完全不一樣 兩個禮拜前不是說 什麼引用自己的論文沒有抄襲的問題 欸 隔兩個禮拜 口供全部改了 一點啦 高宏安以前還被陳建仁副總統頒獎 什麼國家創新優秀人才 欸 怎麼現在好像開始追殺他 欸 什麼叫雙標黨 這個就是雙標黨最大的例子 好 謝謝 謝謝 小心 謝謝 現在是不是全黨打一人 而且力道不重 全國打一人 這裡太多快 這個已經不是全黨打一人 這叫全黨家動用國家機器 全國打一人 太過分了啦 這實在 好 謝謝 謝謝 比例用幾個不同的軟體去做比對 大約在七八成 一般來講 鄧文一定要表示民視出處 那這部分他認為裡面缺乏 主張我們的著作權那要求這個 這個對於著作權的部分的尊重 那我們會尋求法律的處境 請問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這個案子 有嗎 報告委員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去載明說他有得到資助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他引用的部分你們有去查 大概比例引用超過多少嗎 比例用幾個不同的軟體去做比對 大約在七八成 大約七八成 等於就是把他之前在我們資策會 所做的這個研究報告 然後有七八成全部在他的博士論文裡面 完全的出現 那這樣的比例 這樣算是引用嗎 如果依照我們引用的標準 一般來講這樣不稱為引用 這不算引用嗎 這不算引用嗎 所以等於說 這個案例子不是沒有啦 但是他相對的是 比例過高 比例是偏高 比例過高 第一點他沒有說 他有得到這個資策會的資助研究計畫 然後第二個 他整個幾乎七八成的所謂引用 這就已經不算引用了嘛 然後也沒有跟我們的資策會 來申請授權嘛 一般來講 鄧文一定要表示民視出處 那這部分他認為裡面缺乏 第二個比例這麼高 你一定要有一個宣示就是說 這個是受到某一個計畫的支持所做的論文 所以大部分來自於那邊 那個通常比例高 稍微比較 說得過去 其實也並不恰當 但是至少說得過去 因為沒有實施那個技術 就沒有所謂的這個技術授權的問題 技術授權的部分大概就是我們還是 照原來因為跟這案子無關 但是呢 著作權的部分 因為該報告的著作權屬於是撤會 那我們會主張這部分的著作權 那也會就這件事情跟高委員做協調 主張我們的著作權 那要求這個 這個對於著作權的部分的尊重 那我們會尋求 法律的途徑來進行 尋求法律的途徑 可不可以要清楚說你是怎麼樣的方式 這個部分也是要看這個我們協調的結果 因為通常大概如果你要涉及訴訟的話 大概都還是會有前面的這個協調 看能不能和解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看了一下這個公文上面 有三個最後的解決方案 第一個是請高委員公開說明 第二個是請發文給美國的新興納提 來說明是不是有大量重置 執策會論文的狀況 第三個是提起訴訟 對 請你講這三個詛咒會漸進來執行是這樣嗎 基本上是這樣 那應該說第一個後面 如果我們在前面已經雙方能夠 高委員這邊能夠做適度的一個處理的話 就不會有後面兩個程序 那否則我們就會進入後面兩個程序 警長這一定什麼時候完成 什麼時候會要求說明什麼時候要發文給美國新興納提 因為根據規定我們必須要先徵求所有法律途徑的行為必須徵求經濟部同意 經濟部也已經回函同意剛剛回函同意 那我們也請這個我們這個資社會的法務相關的同仁已經開始做進行的準備 那這個時間表我們大概盡快可以 一定什麼時候 一定什麼時候 現在還沒有因為剛說到 但是我們希望盡快能夠處理 那我們詳細的時間是不是等我們這兩天確定之後再提報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